在200170年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 他邀请我为顾白丹创作一个雕像 我认为为顾白丹先生书像 这是一个表达对于国际 在世界范围允略 人类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赞美 它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它的表征是什么呢 我选择了顾白丹先生的微笑 因为这种微笑表示到胜利的希望 对于一切困难的藐视 当然也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种微笑是要经过艰苦 绝对不懈努力才能够得的 一种胜利者的微笑 对于中国人来讲 对于总华民众来讲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人类每一个进步 总华民众是参与者 也是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推动者 所以今天这个顾白丹的微笑 它也是中国的微笑 有趣的效果